剛剛已經看了這麼多Photocab的優點 那它有沒有什麼缺點 有啦難免會有 它現在就是只能在PC上用 對不對 萬一 現在因為大家 很多螢幕 看都看不到螢幕 手機啊 平板啊 那麼 這個 上面其實功能也都不少 你也可以找到很多就是所謂的App應用程式 在幫你處理這個照片的部分 那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叫好照片 好照片這一個的話剛好它所有平台都支援 包括iPhone Mac 在Windows上也有 雖然它是大陸的 但是它很繁體中文 有繁體中文所以也蠻不簡單因為比較少看到就是 所有都有支援的而且功能也算蠻完整的 蠻完整的 那您可以直接到上面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是直接進去就到那個什麼 就到那個PC版 PC版的 那如果你打前面這一 前面這一串沒有加後面這個flash的話就是 你自己選擇你要 哪一個 你可以去下載 那麼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好照片 長得像這樣 你如果回到它的首頁 可以 像這樣 那我們進到這個 裡面的 這個就是 線帳版 我把它翻圓一下 好 那 你看 可以直接拼圖 對不對 也可以做特效 也有基本的編輯功能 當然它本身沒有塗層概念 所以它就是做完了就留在上面然後你要下載就下載下來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因為影像處理現在來講算是相對比較成熟 你要用雲端的 也比較容易 也比較容易 那 這邊都可以像局部上色就是 我們常看到 有一些 影像是不是就只有這個是 有顏色然後其他就變黑白了 對不對 Folocab也有類似的功能 那 這個增強的都是我們剛剛在講那些基本的 影像處理怎麼樣把這種暗的變成比較OK的 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 你可以先看看 看你是要直接打開這個文件 還是 我們先試著做拼圖 等下我們Folocab會練習有這個 你可以先看看它上面的 好 點進來了 我不知道各位的速度會不會太慢應該是還好 有嗎 有找到網址嗎 那個網址在這邊 在這邊 再看一下 在上面 你沒有發現它是直譯嗎 好照片 網址 那個網址 是直譯的 他的網址是直譯的 所以還蠻容易的 這樣進去了吧 可能它如果那個loading 大概會一些 它一些圖片稍微比較慢一點點 好 那麼你可以選擇就是自己的照片 你看這裡有添加照片 你可以直接弄進來 對不對 也可以從它的sample 它給你的sample 那 為了讓大家比較快一點 你先用它的sample比較快 你要傳上去總是要一點時間 好 我們先看你就把你要的照片把它丟進來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你看到這個 有沒有發現 好像我們剛剛Photocab學過 這個 只是一樣的功能 因為大家的真的都差不多 現在影像處理 比較不容易什麼樣 就是 有所謂的大功能出現 大部分現在都是創意小功能 比如說我可以做一些小的變化 所以 基本的功能都差不多 好 OK了 如果沒問題這個就可以關掉 你可以找另外一張 就這樣丟進來 它會自動把你填滿 那當然它上面的形狀的話 你如果這個不滿意你可以在這邊找找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基本上 比較是屬於四方形的 比較屬於四方形的 好 好 那 這裡呢 如果你要 用 剛剛那是模板的方法 那 這裡呢還有一個就是自由拼貼 就是你自己決定 你要多大的 比如說我這樣丟進來 這樣知道什麼叫自由拼貼了吧 這個功能photocap也有 只是我剛剛沒有講而已 因為 這個功能事實上跟那個什麼 跟我們在 那個叫做 你可以像這樣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選擇你要多大 自己拼 拼湊出你要的範圍 來拼湊你要的 那這個 功能實際上是學 Google有一個 影像處理的管理的叫Picasa 他裡面最早有這個功能 然後photocap後來也有 photocap在哪裡 在上面這裡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有一個要拼圖有沒有 不是拼圖抱歉 是叫做這個 照片拼貼 就是跟他一樣的功能 跟他一樣類似的功能 所以 你有興趣也可以試一下 只是他的拼貼功能 並不是在這邊直接做 就是你這邊選好之後他雖然有一個固定的 我先做一個給你看好了 好假設這樣子 OK 這樣是拼貼有了對不對 好那你有什麼風格啊 隨便你就更新看看啊 看哪一個你覺得比較喜歡 如果你覺得這樣太多張 你可以再把一些張數把它怎麼樣 把它移掉 那你可能會覺得啊這樣可是我想要拉過來啊 對不對 不能拉 沒有關係 因為呢 當你按OK之後 他出來之後 他的這個圖層 你看每一張照片是不是都獨立的圖層 你就可以自己來這邊拉 好嗎 這樣了解吧 跟我們在 剛剛看到那個再直接在線上直接做 有點不同 但是 功能是都相同的 好看你要做旋轉啊什麼 所以這個 有的 叫做照片 它上面叫 自由拼圖 意思都一樣 你看 加邊框 有沒有 這個效果也不錯吧 對不對 邊框可以 改變 不一樣 所以 你可以看到這好照片 他的 像這樣拼貼的功能 那麼 這個我就先不要了 那麼如果你要做一些基本的編輯的話 一樣 基本的調整就在這邊 直接做而已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這我就不用講了 可不可以考驗一下大家 請問這支要叫什麼 台灣叫底片 這樣可以吧 總之 不同地方那個名詞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 看一下這樣 郵票 事實上這個有沒有像我們剛剛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套模板 套外框 對不對 現在只是差在 名詞不同 功能雷同 還有什麼 圖片範益不同 所以你透過這些方式的話 你可以多了解 多看看 因為 影像處理了你 其實你不用說一定局限 我好像只能用photocab 只能用photoshop 不是的 我們要的是結果 適合你用的 你就把它拿來 嘗試看看 他說真的 都 不會太難 好 那各位了解的這個好照片之後呢 我們再看看喔 有好的編輯軟體 有好的編輯的網站 你還需要什麼 剛剛算有那個素材包啊 對不對 可是其實 你還是可以 自己再去找到很多的素材 那麼 我們在這邊列出來給各位一些 給你做參考 其中 像這個 iPhone Finder的話 主要是找一些小圖示 像這個我在做網頁 我就比較常會用到 應該大家都有上過那個什麼 創用CC的課程 對不對 講那個著作全達 那這些網站大致上都有 都有特別宣告 就是說 他是屬於創用CC的哪一種 有的是你可以 商業使用 有的不行 有的是 你要 就是 不能修改的 看你是 哪一種的 那像我們這個 Icon Finder Icon Finder 好 這裡沒有放 好 比如說你要找這個辦公室的 像微軟的 那個 我們Office裡面不是有很多那個 小圖片嗎 美工圖庫啊 對不對 有沒有用到快爛掉了 可以換一點 真的可以換一點 你看 這個 Office的 裡面就很多啦 有沒有很多都很可愛的 那麼他們 因為這種是屬於 Icon就是圖示的 所以大多數 最大的尺寸 差不多到 512乘512 不算太大 因為 圖示板就不用太大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就找到 重點是什麼 這些都是PNG 你還不要自己去背 當然是不用的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Police 好 你可以看到了在這邊 好你看這裡 有沒有版權聲明 Free for personal use 沒有問題 個人使用OK 教育上當然OK 商業使用就不行 那你再看一下 有沒有PNG 直接拿來 不用去背 多好 雖然剛剛那個軟體可以去背很好 但是那個是針對我們需要的幾張就好了 每一張你都要去背累不累 累 真的 所以 我們要的就像這樣 那你往下再看一看 像這個是128乘128 他在這邊有沒有不同解析度 400的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需要比較高的 你就找比較高的 所以 看你的行情 這個是第一個 Icon Finder 那第二個呢 我們剛剛給各位看了這個 Open Clip R 這個也是完全 Open Source 而且他可以針對你所需要的 解析度 自己去制定 蠻好的 你可以看一下 這叫Open Clip R 這個就比較類似微軟的那個叫做 美工屠庫那種感覺 你一樣有關鍵字進去就可以了 那麼你可以看看喔 像在這邊 假設我們找這個 腳踏車好了 這是什麼 你如果要這一個 你來這邊 你還可以直接線上編輯這張圖片 那這裡他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什麼 你可以直接把你要的解析度都打在裡面 因為他本身這個圖是向量的 那你做好之後他就直接變成png 有沒有 而且告訴他有沒有告訴你png是什麼lowsing 就是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失真的 比如說我希望 我要的是1024 乘 768的解析度 好 我按png 這是解析度來 點一下 這裡 預設的是800 那我假設要2048好的 寬度 那我就 打到這按 這個 他就會給我2048解析度的 因為他是直接把向量轉 轉成點證 也沒有很大台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很特別 這就很特別 所以 找對地方 網路上真的可以幫你省下很多你找 找那些素材的時間 因為我們不太會自己畫的話 會找東西就很重要 如果你會自己畫那當然是最好 這樣了解意思 所以為什麼要介紹 幾個比較特別 雖然他們都是 這種 網站的 以下的這幾個呢 也都是類似的 這幾個都是類似的 那這裡面呢 下面這兩個 是屬於有向量的 所以如果您有在用CodeDraw 或以拉吹的人 可能這兩個您會覺得比較喜歡 會比較喜歡 這個網站是點證跟向量都有 他可能就比較跟上面比較不同 他上面就 一樣 有比較大的 甚至有PSD的 Photoshop的那種 原始檔 都有 你也可以看一看 那會列 下面這一個 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比較小 所以 會喜歡什麼 著色比賽 有聽過吧 賣湯老啊 很多地方不是都會有 線條圖 所以下面這個呢 就是 你可以去找找 就是用卡通的關鍵字 然後呢就可以去找到一些 他有線條圖的 就可以來做 你可以做底圖或是像這樣印出來給小朋友畫 這個是比較 特別一點點的給大家參考 那麼 下面這邊呢 還有幾個 相關的 可以是網站的 也有什麼 也有軟體的 像這個是在網站上就可以做的 就是 把照片拼成什麼 文字 或圖片 有看過這一種吧 這種有看過對不對 你在往下這個也是雷同的 也是雷同 這跟剛剛那個好照片拼貼一樣 另外下面這個就比較特別一點 網站上 有沒有看過類似像這種 很多所謂的關鍵字對不對 把它組合起來 或我們一般很多時候在什麼 海報 海報上面也有人喜歡用這種風格的 請問 你要不要自己打這些字 要是可以啊 只是比較辛苦一點而已 因為你要弄那麼多 怎麼弄 所以待會我們來看看這個網站 好不好 那這個網站比較特別喔 待會他用的是 這個 SleeveLite 有聽過這個嗎 沒有聽過這個 但是有一個你一定聽過 那個叫做Flash Flash雖然現在已經快不行了 因為平板 智慧型手機 都不太支援他了 你不知道嗎 Adobe自己已經宣布他不開發新版的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的Flash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是因為你裝了以前的 那你現在看得到也因為 Adobe 他自己知道 他必須要轉型 所以 他現在雖然Flash還有在用 但是他 在發佈成就是 手機上的或者平板上要用的 他會用另外的方式去發佈出來 就是轉個彎 你還是用這個製作沒有錯 但是他發佈出來格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 Flash也慢慢被調整 這個SleeveLite是以前微軟 看Flash很紅 他也想要跳進來 結果跳進來之後 網站還是不多 他就是做跟Flash一樣的事情 但是 Flash請問要不要Flash的Player 要對不對 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你的電腦看不到 那你就必須要裝一個這個FlashPlayer 就是這樣子 這樣了解 所以可能要麻煩各位 你可以先到這個網站來看一下 等一下呢 我們告訴各位你要怎麼去下載他 好不好 來到這個網站 Peg SEDO 我不知道怎麼唸 因為這個好處是他支援中文 所以你看到我的圖是不是都中文的 對不對 而且他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你要比較大解析度的 所以你如果要用在印刷上 比如說海報上 也都可以用 不是只有在網頁上 大多數像類似這樣的服務 都只能 就是小圖而已 你不能用在就是 你要輸出的上面 那這個是可以的 然後就在他身邊 就在我身邊 就在我身邊 不適合 大概有了 就在我身邊 你真的可以用它 你不能把這